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册封为鱿鱼才子 之后我在合肥做了两年的网络营销 如今的我在天津做上了第五次的保安工作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希望通过我的展示能得到老板的赏识 给我一份和广告宣传营销策划相关的工作 谢谢 你好 张其中 你好 张其中 我最喜欢吃鱿鱼 你穿的这文化衫是你自己吗 是我自己 我对自己的个人宣传无助不在 走到哪都宣传 但是我有个好奇 你自己都已经鱿鱼才子 买卖做的挺有名气了 怎么又去当保安了呢 做这个鱿鱼是这样 我原先以为只要我把这个好调料贵调料都舍得用上 然后我就做足宣传就完了 可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个事 说怎么了 就是在加工鱿鱼的过程当中 味道出了问题 后来我的生意又不做了 还有一句孔子说的话 他说这个僵尸不撤 孤久是腐不识 比如说街边上的东西也不干净 你别吃它 所以我就不做这个生意 再一个就是说 整港这个时候 合肥的一个老板他找我了 他从网上观察了我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说你别走鱿鱼了 你的特长是做营销策划 是做宣传 你往我这来上班来吧 所以我就去了 去合肥了 去合肥了 干什么呢 就做网络营销 你们营销的产品是什么呀 对呀 客服部接来单子 比如说空气清化器 对 比如电缆 然后你在什么平台上怎么做 论坛 贴拔 微博博客 各个发新闻 新闻稿等等 还有视频 全网铺开呀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你做什么 是做文案还是做策划 还是媒介采购 做策划 然后对方同意这个策划 我们就写东西 对你这个策划其实还是文案 就是你会写 你自己写吗 轮谈论坛的帖子 我和同事们一起写 一起写 沐原这样 因为他来应聘策划港 他自己又经过商 我们就听听他怎么策划 他自己这个鱿鱼生意 你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因为这是你的亲身经历 也没什么不能讲 说一下吧 我跟你说生意到最后失败了 但是我的朋友说 你是生意 要是火的话 你一直就给钱 你生意失败了 是咱边说空想的部分 因为你最后是失败了 中间成功过吗 生意最好的时候是什么呀 生意最好的时候 赚二百 我告诉你 一天 主题是策划 咱们提策划 生意不好 越不好 我也想出办法来 怎么把它做好 所以呀 我不是让做足味道 搞宣传 我在摊上 给学生们边做鱿鱼 边朗读诗歌 讲故事 油箱问答 脑筋急转弯 等等 我给你个机会 你来一段 就假装你在卖这个鱿鱼 你来一段 你是当初是怎么招来 大学生的目光的 对 我们俩是小两口 来吧 同学 我问你 这个 情人眼里出谁 我女朋友 因为你聪明啊 所以 我难不住你 他以为说 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说西施错了 我说你同学 踹他一脚 说为什么 情人眼里出谁 出你呀 另外 我爱朗松诗 除了也没配合 太乐了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汪国珍的 还有别的 又挺不错的诗 来几句 还有我这些 来几句就行了 太说了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 有音乐没有啊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爱到迟迷 却不能说我爱你 你老是黑蝎吧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是我跟你在一起 你却在低头玩手机 不是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是我在你面前 你却在吃鱿鱼 其中啊 你朗松的是不错 但是我一想象那个场景 就你刚才那么朗松 你跟那烤鱿鱼 真不敢去 你红了之后 知道你的人多了 但买卖并没有成为最火的 你想不想过 这里边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别的不是我的想象 我就 怎么说 把这精力放在宣传上了 所以策划就是本末倒置了 因为我刚才百度了你一下 你号称工作三宝 是吧 另外还有一句 我那个 博客也写着了 我不是媒体人 我是媒体关注的人 我不是拍客 我是拍客镜头里的常客 是 就是你整个那个信息啊 特别混乱 我们让他先灭一盏灯 来 看看前面所有家企业 灭到一盏灯 这个企业你肯定不去了 说吧 小庄老师 秘密 小庄老师 其实我发现 我对人挺心有灵犀的 可是我对英语啊 一窍不通 我小学毕业 我到现在认识三个 我们心有灵犀就好了 好 谢谢 考虑一下啊 39岁的张其中 请选择 好 祝贺张其中 还有八家姐 留灯 最后来进入 天生我有财 来 进光 我这有个问题 我觉得你能在互联网上 把你自己做到 有人关注 媒体关注也好 还是节目关注也好 是不容易的 作为一个 你的这个背景来讲 你说一个 你做我自己做过 比较成功的案例 我来说一个成功的案例 不是自卖自化 成功的案例 就是我自己 说为什么 我自己做得那么好 我对我自己 深入骨髓的了解 并且能给出 切实可行的方案 你为什么没有继续 做一个鱿鱼摊呢 对啊 你既然成功的话 继续做呀 不是 其中我觉得 品牌最重要的是 要延续啊 你不延续的话 这个品牌就没有了 我一直在努力 从未成功过 我一直在观察 其实你有你的优点 没错 我觉得你今天能够 因为学历并不高嘛 能够站在这个台上 敢于说出你的想法 已经很好了 我就想 我就很好奇说 你的名气 比公司的名气大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老板去 合肥的网站局 开会一下 说你是哪个公司啊 问老板 老板说哪个公司 大伙说不知道 那个人就说了 哦 你们公司知道 由于菜子 就是你们公司的 大伙一提 知道他做过 什么什么事件 那你是不是觉得 今天你是一 百里挑一的人才 你到了一个企业中 也是百里挑一企业 两个人一相配的话 不是您说的 是我这个上面 我写的 我是这么写的 万里挑一的人才 寻找百里挑一的企业 我这话说的大吗 大 一个人 大话都不敢说 能做到大事吗 你知道为什么 你的营销策划 一直失败吗 就是因为你不尊重本质 就是质量 你的产品 你不关注 你只关注说大话 那个 所以他的本质 他一定也是失败的 这个我 我这个申明一下啊 五八同城 什么广老师 神奇 神奇吗 怎么神奇了 发当不发当 其中你用过吗 用它招聘过吗 我们都用 你用过吗 没有 所以你凭什么说 它不够神奇 对吗 说大话也要建立在 有事实根据的基础上 你还有 有风格说 否则你那连大话都算不上 我觉得 我觉得 差不多可以了 来 好吧 咱们可以选择了 来 余下的八位 请选择 好 其中 非常遗憾 给你劝乱了 没有 祝你以后好运 有了点知名度